这一击直接把他两边都打了继续压着边上的区别 他直接交参反应挺快了我这不想点燃Q瞬间给他秒了不交参我嘞 应该就能直接杀了可惜快反应挺快 打断一下 这不回家吗 他那Q好像只Q大型野怪或者人才会血 Q人不吸血的人 我所追寻的唯一瓶琴 你死吧好蠢 不贪 他这一家伤单挺脆的 前期这小脆皮一套就能瞄了 不用不用 再说了 我年底打算出去直播 我年底打算 要想听到我锋刃的真实声音 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 咱们对象继续压制 打利亚就尽量少让他技能碰了 这个阴神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背都没跌起来之前也移速没那么快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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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打他俩Q他就惨了 他前击很脆的 质人 对 就一打卜 可以出心 先把他对 塞 你的 我最后的乐趣 雷 一把他没打过还来这问我吗 这双弹英雄不行了 太脆了 前期打剑魔都吃不住俩剑锋就半血了 我一套技能连招打500血没问题 他的血线其实都能直接秒了 就不是A起是A 就EW 就3 可以引人 这波空俩Q 但是还是直接给他打残了 太脆了 利亚这英雄也需要发育 你发育不起来的话 站不着了 接下来 再说 再说 再慢慢点 非愿并非由心而生 而是被我的牢笼 组成 AQ3 吃早餡我不让他叠被动 他就操作不起来 所以我感觉力压挺好大的 不管是剑膜还是克裂 因为他前期身板薄 比较单薄 你不管是剑膜克裂优势一套 就直接秒了 不夸张 只要不买护甲就一套 买了 馅儿都别想吃 他不来帮他给他吃了馅儿 去中了 给他打得多了 他才9刀 我都51刀了 下5 酷 你 你 你的死亡在等待 你的死亡在等待 下5 酷 他去下了 丽利亚被咱们连杀几波现在崩了 他这波去了中又死了 现在又去下了 完了 然后在上轮没人了 就当自己了 那咱们就快点拆塔再去带结构 丽利亚现在崩了 我 开局他往那走 我就知道他死了 我 是 末日 加入 把馅儿 小炮来上 最近鼻子有点发炎 鼻子每次都感觉痒痒的特别痒 没人来上路我们显得很不去 队伍现在估计全骂他了 他一直死 然后又跑队伍那吃馅 他现在可能崩 你自己不安 你自己不丢 他在上车 你自己不丢 人家 你自己不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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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你 那種 这墙啊爸爸还不可以 这墙啊爸爸还不可以 你看这墙啊爸爸还不可以 那么墙啊爸爸还不可以 我将忽灭光明 直到永恒的黑暗 我要把你这肮脏的区域砍断去砍多岁 给他打他0-7了 这脚 其实他那个阵容越拖也不好打 没有前排 三射手 没前排控制一般 除非丽亚Q2-5 但也是软控制 这阵容太差了 这当然在队效丽亚还队长打烂 没什么西红 也许太大了 转偷闪 倒是 下软 18 5 担的时候 al 从现在到时间的尽头 将杀你一遍 又一遍 你为什么一直在S我 我不是白来一拳 打不动人 你的神 惧怕我 我不是白来 你 就一波就一波 你残破具体 是失败的证明 在干什么 那这家彻底是现在炸了我感觉 他估计现在一边忍受着心理上的创伤 一边又挨着对手的谩骂 他主要连的死死太多了 嗯,征服者的,征服者好 男枪这个英雄他他虽然是个成熟英雄 但是他那个意义是加护甲的,男枪的坦度不太低 他那个意义慢慢叠下来以后,克里坎尼也费劲 在征服者会好一点,征服者凯旋欢欣坚衣不倒 然后爆破复苏之风,然后攻速攻击力护甲 这样带着 没办法,这个他不回来了,他还5斤了 13分钟5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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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节怎么一定都要弱爆 有闪,能力打5 可以 13分钟上 8分钟 1分钟 smack 2分钟 比达我还有点难 我操 空有点多 丽亚还有打 主播看好淘宝还是京东 我觉得都行 我觉得最后一局谁赢就完全看BP了 看哪边教练BP的好 今天两边状态都还可以 就看就看今天的教练 就最后第一局的BP就知道谁赢 BP很多人 那猫应该能打我 我主要没闪了 有闪就全是啥子 主要第一时间闪现没好 差七呢 先逮这个小三 本来 他殺了一波生两个 狗狗BB 这不是好久 这边是杀的 有闪还能在 你来个帅的